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EY学堂 2019年就跟大家开始讨论美中贸易战对香港经济的影响了 今天跟大家用一个地缘政治框架去理解 为什么美中贸易战会影响到香港的经济情况呢 今天的题目就是地缘政治分析框架 解释为什么美中贸易战会对香港经济造成影响呢 先来回顾一下2019年 我开始跟大家一起分析讨论美中贸易战对香港的经济影响 事实上美中贸易战而已 香港大不了就是受到经中国和美国进出口贸易生意的打击 对香港的整体经济、楼市应该没有什么影响才对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单只是所谓贸易战那么简单 而是提升到所谓地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应该怎样分析呢 最近IMF就刚刚出了个全球的金融稳定报告 那里面就提出了一套有关地缘政治分析的框架 那今集就跟大家透过这一套框架去理解美中贸易战 为什么会对香港的经济造成影响呢 那地缘政治主要politics近期 是经常都会提及到的 一般都是用来表示在一个地区之内就出现两个或者多个经济体呢 有政治上的冲突 普遍都会认为地缘政治紧张是会对区内的经济造成打击的 但是地缘政治到底是透过什么的途径去影响经济 而影响的程度又有多严重 有没有办法用实证的经济框架去分析问题 从而得出一个有数量化和科学意义的结果呢 现时大多数坊间讨论地缘政治 都是在形怡上的 既未能够清楚定义的何谓地缘政治 也都说不清楚地缘政治到底透过什么的途径 去影响到区内的经济 更加谈不上量化量度 以至实证研究 地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所以基本上似乎未有科学验证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框架 举例来说 2018年当美中首轮爆发贸易战 美国就开始就部分货物 由中国出口的货物 征收惩罚性关税的 当时我就引用香港立法会研究部的相关数据 他们就主要集中看货物清单 究竟有什么内容和金额 从而分析出首轮贸易战对香港经济的影响 我在2019年5月6号就拍了这个短片 题目叫做中期盘点美中贸易战对香港经济的影响 大家未看就可以在以下的连结重温 当时其实基本上 看回立法会的研究部分析 就集中在货物的进出口减少 提出一个金额是1953亿港元 约有3.9%的下跌 但是我在2019年的短片里面 就已经提出就是说 美中贸易战其实不单止影响贸易进出口的生意 更加是会打击房地产的市场 当时在片段里面就已经提出相关 是写字楼和零售店铺的 租金变化等等的问题 更加在片尾就提出 有关美中贸易战 是可能对香港整体经济 GDP的增长都会造成打击的 但是当时我就没有提出任何贸易战 经过什么的渠道去影响贸易以外的经济环节 所以今集就提供一套分析框架来解释 贸易战对经济全面影响的逻辑 相关的地缘政治风险对经济影响的分析框架 这一章是来自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3年4月提出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里面是第3章 提出地缘政治与金融税片化 对宏观金融稳定的影响 英文是 GEOPOLITICS AND FINANCIAL FRAGMENTATION IMPLICATIONS FOR MECRO FINANCIAL STABILITY 大家有兴趣可以免费下载这个报告 我引估里面的一个分析框架 这张图在报告里面的3.3 提出了两大影响的通道 地缘政治紧张 是可以透过实质的通道 Real Channel 和金融通道 Financial Channel 对相关地区的 经济金融影响 实质通道 就是 正正有关 贸易战队 进出口生意 供应链 商品市场 等等方面的打击 从而造成 贸易进出口的减少 通胀 惡化 等等的问题 这个 立法会研究部 主要留意 有关 实质通道的影响 但是我在片段里面 2019年提出 其实有 其他的 通道都会影响到 其他经济和金融环节 这个通道 一般是被忽略 因为 地缘政治紧张 会带来 金融的限制 和不确定性 这个Financial restrictions 短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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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 就可以造成 资金 是突然倒流的 一个 CAPITAL FLOW REVERSAL 和跨境的资金 重组 等等 金融 碎片化的情况 FINANCIAL Fragmentation 这个就是由于 国际资金倒流 是可以大幅影响 资产价格 商品价格 利率 以至到 有关 息差等等的 情况 近这几年 大家应该 经常都听到 有关资金流向 对资产价格 以至到 息差的影响 从而就会造成一个严重的有关全球银行及企业资金流动性 和 融资压力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 Liquidity and Solvency stress in banks and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 长远而言更加是会因为地缘政治紧张 而减少 透过国际资产和债务 去进行风险分散的能力 从而就造成了市场的更大波动 这个就是今次IMF提出的 地缘政治分析框架 有了框架 有没有实例 有没有 实证的支持 这幅图就非常重要 这幅图在报告里面 3.6 就清楚显示了 美国和中国在过去6年因为地缘政治的多次紧张局面 所造成的 资金倒流 现象 其中美中贸易战 第一次 爆发之前 2018年 7月之前 你会看到全部清一息都是资金由美国流入中国的 曾经更加是会出现 单月大规模的资金流入中国 2018年 接近60亿美元一个月 但是随着2018年7月 第一次美国向中国货开征合共340亿美元的关税 你见到资金流向就应声就下跌了 跌幅更加是接近30亿美元一个月 你见到有所恢复 是开始回流 但是2019年5月 随着贸易谈判破裂 第二次的关税 又再向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开征额外的10-25%关税 大家见到了 资金又再到 又升转跌 而且 持续了一段 颇长的时间 差不多 差不多有半年 及至到2020年的1月 由于全球爆发疫情 美国就宣布限制非美国公民从中国 进入美国 又再出现新一波的资金倒流的情况 而且这一次是一拖也都充了一年的时间左右 去到2021年 大家就看到资金就开始回流 但是去到2022年8月 美国议长就决定出访台湾 又引起新一轮的地缘政治紧张 资金又再度出现 倒流 由升转跌 这四次的事件 正正是 实证反映 地缘政治紧张 对资金流向的 重要影响 可以由升转跌 由政转负 那你说怎样量化和量度地缘政治 的问题呢 报告就引述了 在2011年的 一份研究文章 提出了 透过一个地缘政治距离 主要政治区域 去量化量度 有关不同的 地区的 地缘政治距离 所谓地缘政治距离 其实就是 透过联合国 投票意向的行为 并且进行金融的 风险加权之后 所得出来的一个数值 这里我就不深入 讲解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 直接阅读 2011年的文章 先讲了个结果 因为报告就利用地缘政治距离 去量度有关地缘政治 的 紧张程度 从而就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 报告中指出两个国家 在地缘距离 每增加一个方差 Standard deviation 就会对发展中国家 以及已发展的经济体 带来 淨资本流入下跌 就约莫达到 GDP的3%和2% 这个大家看到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就会造成 GDP的3%左右的下跌 而 对 Advanced economy 就会造成 2% GDP的下跌 所以地缘政治 紧张 所造成的距离 拉遠 就会对于 相关地区的经济 带来一个 沉重的打击 大家如果有兴趣就可以直接阅读 Franc Hade 2011年 Choice or Circumstance Adjusting Measures of Foreign Policy Similality for Chance Agreement Political Analysis Volume 19 Essue 3 Page 287 305 这里也直接引述报告的结论 英文版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过去香港 长期在美中贸易战的 夹逢 区内的地缘政治 入去紧张 所以除了 因为 贸易战所造成 香港的转口贸易受到 严重的打击以外 实际上还有另一个通道 所谓金融通道 会造成区内的 金融体系的风险 从而是令到 有资金倒流 那刚才的图表就清楚见到 资金倒流的现象 也都量化之后 得出一个结论 是可以带来GDP 2-3%的下跌 所以今集 就可以进一步提供一个框架 去理解 地缘政治是什么 怎样量度地缘政治 以至 地缘政治 对于 区内 经济是怎样造成 影响 好,今天的讨论到这里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